驾驶戰機的上校蔣正智人目前還是處於失聯的狀態 而總統蔡英文跟副總統賴清德第一時間在臉書集氣 今天總統蔡英文就宣布了 絕對不會放棄任何機會要全力搜救 同時F16全面停飛進行檢查 蔡總統要求要徹查事故原因 該負責就要負責 該檢討就得檢討 總統蔡英文出席全球企業永續論壇 開幕世紀頒獎典禮 頒獎給優秀企業家 但心情卻很沉重 蔡總統也宣布F16戰機全面停飛徹查 空軍已經將F16全面停飛進行檢查 那我也要求必須要徹查 事故的原因 那該負責的就負責 那該檢討的就檢討 17號傍晚F16戰機失去聯絡 蔡總統第一時間在臉書 要國防部全力搜救 而副總統賴清德也要大家替蔣上校集氣 不放棄任何希望 華視新聞羅利文彭冠霖 台北報導 144 144 144